约书雅记 第十六章 约瑟的子孙抽签所得的地业 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 到耶利哥东边的水泉 经过从耶利哥上去的旷野 进到在山地的伯特利 又从伯特利到路斯 经过雅基人的境界雅他律 又向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 去到下伯和伦和基瑟的境界 直通到海 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连 也得了他们的产业 以下是以法连人 按着家族所得的境界 他们的产业在东方的江界 是雅他律雅达 直到上伯和伦 向西伸展到北面的秘米他 又向东绕到他那是罗 经过亚诺哈的东边 从亚诺哈下到亚他律 又到拿拉 和耶利哥接壤 伸展到约旦河 又从他普亚向西行 到迦拿河直通到海 这就是以法连支派 按着家族所得的产业 此外 在马拿西人的产业中 还有些城镇 分给以法连人的 这些城镇 都包括属于他们的村庄在内 可是他们没有把 住在积色的迦南人赶走 于是迦南人住在以法连中间 直到今日 成了做苦工的奴仆 到复权后 我 SF钰